好,感谢主 我们要从安息里面进到一个也是非常美妙的题目 好不好,我们一同把第九篇的篇题一同宣读一次 在我们到了美国刚好拿到钢药的时候 那我们看了这个篇题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顺序呢,很特别 就我们的想象总是啊 这个我们知道他要讲到包罗万有的美帝 对不对 当你说包罗万有的美帝的时候 李弟兄在这本包罗万有的基督 他里面啊,他是啊,把这个美帝呢 他就从这个食物啊,矿物啊 这些啊,来分段来讲说 但是啊,这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弟兄们给我们这一个 这次的训练,半年度的训练里面 他先说到了要为美帝来征战 有外面的征战,对付外面的仇敌 有里面的对付,对付我们里面 叫我们里面啊,日日被更新 好,叫我们能够啊承受 并且啊,能够具有并享受经历 这位包罗万有基督所预表的美帝 然后呢,就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小麦和大麦 然后啊,讲到了水 讲到了葡萄树 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啊,下面应该就要讲到啊 这个五花果啊 然后讲到石榴树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为什么啊,弟兄啊 这个在排级刚要的时候呢 会加入啊,这个我们刚刚考试的那一篇 基督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 圣经看见了要叫我们认识升天 认识升天完之后 要叫我们经历并享受 包罗万基督做美帝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啊 一无所缺 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当你看到的时候 哎,一无所缺那就无缺啦 是不是就没有啦 为什么一无所缺之后 会有石榴树呢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 在这篇信息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啊 你说有啦,我们早上有参加导员被讲 啊,感谢主啊 有参加导员被讲 弟兄姊妹,你们就啊,被帮助了 我们要看见 石榴树呢 它预表的是什么 它讲到啊,是一个生命的成熟 跟一种的丰富 一种的美丽的彰显 所以它需要呢 是要经过前面所有这些的经历 才会有这一种丰满 生命美丽的彰显的富裕的显出 所以啊,当我们经历这些之后 我们才能够啊 进到啊,这一篇信息里面所说到的石榴树 那我先问问在座弟兄姊妹 因为啊,这个这几年台湾也非常的丰富 这个石榴对我们来讲 不再是很少的东西 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过石榴 所以啊,我高中的时候得救 读到啊,圣经里面说到石榴树 我里面讲到是不是翻石榴 后来啊,我们就知道,哎呀,石榴 我今天啊,可是这边没有石榴 我们应该都看过石榴吧 没有看过的举手,我需要讲详细一点 都看过了,对不对 有人没看过? 好,有个办法叫你知道 去Google 好,石榴 还有颗石榴,对不对 什么颜色啊 红的 那听说也有,没有那么红的 那里面的子啊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子 有点像翻石榴里面的子一样 它不是一颗的子 它是很多很多的子在里面 我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人这么无聊 或者这么有兴趣算过啊 一颗石榴里面有几个子 七百 二十颗 哇,我们姊妹,我们师母真厉害 非常的渴慕 我不知道,是你以前就算过 还是这一次 这次讲到石榴是特别去算的 一颗石榴没有很大 里面有七百 二十个这个石榴的这个子 然后呢,每一颗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吃的 不知道你石榴怎么吃的 有的人是啊 把它全部剥下来 放到盘子里面 用汤匙挖着吃 有的人是把石榴啊 剥开 然后直接这样子啊 把这个拿来手上 或是拔来吃或怎么样 那 蛮好吃的 对不对 酸酸甜甜的 而且听说非常的健康 但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来是啊 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美地有这么多的出产 有这么多的食物 要特别提到石榴树 一定有它树林的含义 好不好 我们来读一起读一下第一大典 在这个石榴树里 石榴标真生命的豐满 生命的丰盛和美丽 以及生命丰富的彰显 好 石榴标真生命的丰满 表真生命的丰盛和美丽 以及生命丰富的彰显 在生命纪八章那里说了 八章八节说到 那地有小麦 有大麦 有葡萄树 有无花果树 有石榴树 为什么这里说到 这个石榴树 是我们刚刚已经形容了 石榴 很饱满的石榴 里面有很多 有七百几 七百二十棵的 小的种子在里面 对不对 每一颗种子 你拿起来看的时候 有人形容 好像红宝石一样 有点坚定透明 又带着红润的颜色 就觉得非常的 这个可口 对不对 然后吃下去的感觉 也非常的好 好 那我们知道 这里很强调的 还不只是丰满 是指着生命的丰满 你看一个石榴 里面有这么多的种子 这表示它里面 是可以繁殖 复制 很多很多被的 所以呢 当这个石榴 在那里 剥开的时候 里面的种子 就告诉我们 里面满了 生命的丰满 并且呢 也讲到 它是生命的 丰盛和美丽 石榴树 这个石榴 结出来石榴 非常的漂亮 它是这个生命 丰富的彰显 第一宗前就说到了 一个成熟的石榴 连同其子力 给人的印象 是生命的丰满 与生命的丰盛和美丽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希望啊 我们显出来的 就是这种生命的丰满 生命的丰富 以及生命的美丽 今天我们在 主的恢复里 我们常常出去 传福音 我们常常过 我们照会生活里面 邀人家来一起参加 照会生活 这些新人 这些福音朋友 他们来到我们中间 他们对我们的 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是你们的会所 很漂亮 你们的爱宴 很好吃 你们聚会很热情 还是你们对我很好 或者是他们摸到 在这里有一种 生命的丰满 弟兄姊妹 当我们这样来经历 包罗万有的基督的时候 我们显出来的 是不是一种 生命的显出 还是我们是一种 人的关心 当新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要记得 要唱欢迎歌 让他觉得 非常的温暖 他觉得 你们真好 然后呢 我们各种的 虚寒温暖 各种的关怀 这都是很好的 但不要忘记了 最重要的 乃是在主的恢复中 因着我们享受 基督作为 包罗万有的美地 我们借着 征战 进到美地的里面 借着 被他来 对付 借着被他 来日日的更新 我们这个人 被一种经过了 新陈代谢的变化 满了基督的成分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受限制 我们经历复活 我们经历那个 包罗万有 赤生命之灵的 永流 借着不断的 和 不断的 经过我们 叫我们从里面 永流出来 并且呢 我们也在这里 有一种 生命的 一种的 满道的程度 我们啊 可以过一种 牺牲的生活 而能够成为 焦点在主身上的 奠祭 我们也经历那个 主观 客观跟主观的 升天 叫我们与他 天上的执事 来配合 我们在赞会生活中 是一乎所缺的 当我们经过 这些过程的时候 我们 永流出来的是什么 当人被 邀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 他摸到的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不是 生命 我相信 一定是生命 因为我们 有包罗外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有这个 这个赐生命的灵 成为那个 澎湃的水 在我们里面 涌流出来 人接触了我们 就被那里所摸索 就摸索了 这个赐生命的灵 这个灵 就赐他们生命 所以呢 我们应该有一种的 生命的显出 所以我们宝贝在这里 说到石流 是表证 生命的丰满 在照会中 没有你 没有我 没有 不是我们的才干 不是我们的能力 也不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所供应人的 乃是这位 经过经历包罗外的基督 做美地 而有一种 生命的丰满 我读到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太喜乐了 弟兄姊妹 我们有这种的看见 我们应该 满了这种的光景 有种生命的丰满 并且丰盛和美丽 这是会吸引人的 当人来到我们中间 他真会说 神正在我们中间了 所以我们要尽力 享受基督做小麦 做大麦 做葡萄树和五花果树 我们的身上 就会有基督生命的丰满 弟兄姊妹 享受包罗外有的基督 就是把基督 不断的享受进来 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 就不断的加多 今天早上 当你开始 今天早上是第几篇 第七篇 是不是 当你早上来到这边 或是下午来到这边 开始第七篇的信息 比起早上 到现在 你里面的基督 有没有加多啊 里面生命 有没有更丰满啊 更丰盛啊 看看你旁边的兄姊妹 他们有没有更美丽啊 还是他们 显出一种的 哎呦好累哦 第三篇了 再过不是多的时候 我们就得释放了 不 对我们出来这是做什么 享受生命的丰富 而有生命的丰盛 赋予 美丽的显出 我希望啊 等一下我们啊 上会之后啊 当走出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个丰盛都越来越漂亮了 晚上就不用涂什么 什么什么夜霜 什么霜了 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 供应 所以呢 我们若在生命上 长大成熟 我们就会成为石榴 石榴 在这里这个成熟的石榴 是有一种程度上面 生命的成熟跟长大 所以不是只是有生命而已 要生命长大 就像我们这个主题里面说到 总听说到 我们啊 要为着心腹 为着心腹得以为主的来临 将自己预备好 一个心腹要预备好 当然他有很多的条件 第一个最重要条件 他需要成熟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需要长到一个程度 他从一个小女孩 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 然后再有各种的装饰 使他成为能够配得上我们的主 这个叫把自己预备好 感谢主 所以呢 在各罗西书那里说到 要持定元首 要本于他 我们要持定元首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 乃是要不断的来 持定这个元首 就是要在这个美地里面 生根 在这美地里面来享受 包罗万有的基督 本于他 我们全身 并且借着金和节 得了丰富的供应 不只得了供应 我们还能够结合在一起 就与神的增长而长大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只自己 我们在这里借着这样的成全 借着这样的现场的训练 叫我们认识主的话 享受主的话 并在这里得着滋养和供应 弟兄姊妹 我们要有一种的托付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 供应人的人 我们都渴望我们成为金和节 在我们所在的区里 在我们所在的牌里 当我们去加聚会的时候 你需要有种像石榴一样 满了生命 福布的供应 我们可以叫我们里面的基督 能够把它供应给人 就叫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 得以因着神的增长而长大 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工作 乃是叫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牧羊的人 能够在生命里面长大 以至于成熟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去看望的时候 不要觉得是一个重担 我们来自那里 永留基督 基督从不上永留出来 叫人能够借着这样而长大 在各路学书一章二十八节 说到我们宣扬他 弟兄姊妹 我们每次都出去 都是宣扬他 用全班的智慧来警戒个人 教导个人 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 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牧羊 叫我们所照顾的人 能够成熟 我们可以把它献给主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一月因着爱主耶稣 我们就乐意受他的管理 并约束 就越在生命里长大 弟兄姊妹 当我们说到生命的时候 生命是一个规律的生命 弟兄说 这个生命借着规律而长大 我们这里都知道 这里是台北市召会的三会所 或者是我们常常称这里是什么 训练中心 是不是这样子 在座很多也参加过全天训练 你一定都上过这堂课 对不对 生命怎么样 借着限制而长大 这个生命要长大呢 不是啊 野生也长 需要啊 受到限制 叫我们能够长得好 Amen 感谢主 因为我们 是啊 借着他的 这个等救呢 叫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我们签到他爱子的国里 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就要受他这个国的规律 我们不是一个这个没有国的人 在一个国家里面 你就要受这个国家的法律的约束 同样的你也受这个国家的保护 跟受这个国家的供应 我们在爱子的国里 这个国啊 还不只是这个啊 这个国也还是爱子的国 是满了爱的 所以刚刚那个小点说 我们是爱主耶稣 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今天早上起来 你有没有跟主说 主耶稣 我爱你 我今天 我不晓得今天你跟主说了几次 主耶稣 我爱你 弟兄姊妹 不要常常 爱你在心口难开 向着主 我们要常常跟他说 主啊 我爱你 真的 不要常常说 主啊 你知道 说不出来 只要说主啊 你知道 你要常常跟说 主啊 我爱你 我们跟主的关系 需要这种 生命里面 爱的关系 这个新父啊 我们不只是因为啊 他是这个 全封全竹 富有的 全天下都是他的那一位主 创造万有的主 所以我们要嫁给他 不 我们是因为爱他 好 所以我们若看见 包罗万有的 并延展无限之基督的异象 就会把我们的全人 集中在这位基督身上 他就要充满 并浸透我们 弟兄姊妹 这次的特会 有没有叫我们 越来越看见啊 你有没有看见 这个在主的恢复里面 看见啊 其实就是一种的得着 这个看见 得着 就是我们的经历 从上一周的第一篇信息 要记得征战 得着美地要征战 一直到今天 你们越来越看见 这位包罗万有 并延展无限基督的印象 感谢主 我们全人要集中在这位基督的身上 要充满并浸透我们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 都有行有体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全人要被这位宽广 有追测不尽丰富 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在有 就像上一篇所说到的 我们一无所缺 你看这篇要排在这个后面 因为你要经历前面这一切 你当经历了他的所有的丰富 你经历他的升天 我们是一无所缺的 你才能够在这里说到 我们被这位宽广 追测不尽丰富 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占有 所以在我们活着 就会是这位具有我们 充满我们 并以他自己占有我们的基督 感谢主 我们可以说活着不再是我们 对不对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 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犯难 凡事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们的身体上 现今也照常显大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弟兄姊妹 你活着是不是基督的显出啊 感谢主 我们要让他更多借着信 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在基督里成熟 就是什么呢 就是被基督充满浸透并浸润 我很喜欢这里用浸润 就表示你一直在被浸透的过程中 这是湿湿的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 有个弟兄姊姊 这个好像有椅子上面写油漆未干 油漆未干什么意思 就是有人坐上去 油漆就沾到他身上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有个油漆未干的 当你在你的学校读书的时候 当你在你的工作场合的时候 当你去买菜的时候 人家碰到了你 啊 沾到了基督 你是被浸润的 不只浸透 还浸润你是湿的 你身上是满点基督的 像油漆一样 油漆未干 每一个人跟我们接触到的 都会沾染到基督 太棒了 对不对 这来说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 都被基督所占有 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长大 并生命里成熟 也是经历哥罗西书 所启示之基督的结果 下面的经文说到 持定的元首 本于他 群人节的经合节 得了丰富的供应 结合在一起 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三章四节说到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太宝贝了 当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要与他一同 显现在荣耀里 哈利路亚 我不晓得这个快要跳起来 觉得太享受了 这个我们第一次读到石榴的时候 真的没有那么强的感觉 现在越来越宝贝 我们那个生命是满了 这个澎湃的活力的 是一种的丰满的 是一种富裕的 是一种美丽的 好当我们知道石榴的这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要从下面的二三四点来看到 经文圣经里面 讲到石榴 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运用 跟一些的情形 好第二大点 就用一种的宣读好不好 好那你如果读啊 这个前面的引经那里 我们会看见 在出埃及记那里 二十八章的三十三节 好这个袍子 指的这个祭司的外袍 大祭司的外袍 周围底边上 要用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做石榴 所以这个石榴 是用啊这个线做的 然后呢 在袍子的周围的石榴中间 要有石 金灵 注意啊 这是金灵 好 然后呢 三十四节说到 一个金灵 一个石榴 一个金灵 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在导读这个经文的导读 就越读越有意思 圣经啊 没有浪费的 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 他说到 一个金灵 一个石榴 一个金灵 一个石榴 一个金灵 一个石榴 我问你们想到什么 每一个金灵的旁边 有两个石榴 是不是 每一个石榴 旁边 有两个金灵 不是废话吗 但听说明 我的负担是 你要看见这幅的图画 在他的这个 外袍的底边 就是这个情形 一个金灵 一个石榴 每一个金灵旁边有两个石榴 好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 你要把这图画记起来 好 要把这图画记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 照会在他的人性里面 该满了生命 好 为什么说到 外袍是表征照会呢 你们去看 这个出埃及西28章31节的 注意 注意那里 他就说到了 这个外袍呢 是表征 照会是基督 神圣 这个神圣属性 和人性美德的丰满 然后呢 是彰显在 这个 这个由身体 这个在衣服 这个外袍 所预表的照会 所以这个外袍 是预表的照会 好 那在照会里面 它是满了生命的 就是由细麻 做的石榴的意思 你看 他没有说有几个 但是很多个 我刚不是 记得这个图画吗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所以这个石榴啊 是好多的 是不是 所以啊 是满了生命的 能不能体会 不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是整个衣服 是满了的 所以照会里面 是满了生命的 好 所以照会的 在它人性里面 因为它是由 细麻所做的 是预表 人性的部分 是满了人性的生命 在人性里满了生命 对不起 好 那第二个呢 照会啊 有人性 为着彰显生命的丰满 这是由这个石榴 所表征的 同样的呢 也有神性 为着发出精灵的声音 好 所以呢 这个精 是预表神 是预表神的性情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精灵啊 就表生 是神性 然后灵呢 是会发出声音的 所以是一个神性 借着这个精灵 所发出来的声音 好 那我们下面继续看哦 生命的丰满 彰显在哪里啊 在啊 这个 照会的人性里 然后呢 会有这个 灵声 是警告的声音 彰显在 照会的神性 金灵礼 弟兄姊妹 你知道 有没有 有没有知道这个 我们现在 比较少带着铃铛 我不知道 有没有弟兄姊妹 身上带着铃铛 这个 我这次啊 去美国 跟我一起 去 去美国访问的 一个弟兄 他走路的时候 总是这个 铃铛的声音 铃铃铃铃铃铃铃 说实在 有点吵 要走一步 就会有 就有那个声音 那我就问这位弟兄 弟兄 为什么你要带这个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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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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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知道这里有人 他就会离开 所以你就不会打扰他 他也不会打扰你 应该说你就打草精神 摇铃响 这个金熊 让熊不要靠近你 同样的在这里 这个铃的声音 就是一种警告的声音 当戒指穿上这个时候 他走路的时候 就会有 的声音 而且他是金子做的 金子是一个比较软的金属 金子敲的声音不会很大声 因为它比较软 它不是很清脆的声音 不是让我们一般那种 我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铃铛 是很响的 很大声 但是铃 那个金子是一个 低沉的 比较微弱的声音 它是软的金属 所以有时候在诏会里面 主对我们警告的声音 不是那种大声弓 喂 听话 不 乃是一种微小的声音 所以呢 大祭司在行走的时候 有这个灵的声音 我们在诏会中 也是有这个 警告我们要注意的声音 好 那所以呢 我们 有生命丰满的彰显 有精灵的响声 那是出自诏会之神性的说话 弟兄姊妹 你的招会生活中 有没有这种的光景啊 一面有 生命 一面有 主说话的 提醒 Amen 并且啊 这个啊 记录了刚刚那个图画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每一个精灵旁边有两个石榴 所以呢 需要被生命来平衡 有时候 招会里面 比较习惯啊 这个啊 看到问题就大声囊囊 这个不是应有的情形 要在精的性情里 然后要有生命的供应在旁边 叫我们是一般平衡的人 好 我们把第三小节一起宣读 好 所以呢 生命的华美 张写在我们的人性里 有神圣的声音 从精灵而来 这乃是正确 招会生活的标记 哈利路亚 我们都要有这种 正确的招会生活 好 不止啊 有外袍上面 底部有这个石榴跟精灵 在殿中环绕的两根柱子上支柱顶 有两百个石榴 表生生命丰富的彰显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殿中 有两根柱子 对不对 应该记得这两根柱子吧 这里 历代师说到两根柱子 高三十五轴 每个柱子上端的柱顶高五轴 然后啊 有链子 在柱子的上端 有做一百个石榴 安在链子上 柱上有铜的柱顶 有高五轴 柱顶的周围 有网子和石榴 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 照此一样 也是石榴 所以柱子上 有九十六的石榴 外漏 在这个网子的周围 共有一百个石榴 那这个 我们下面就请啊 这个我们弟兄啊 继续交通 第三大点 这里说 在殿中环绕两根柱子上之柱顶的两百个石榴 表征 生命丰富的彰显 刚才弟兄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 我们就知道 在猎王纪上 所描述的这个殿的前面 是有两根柱子的 这是在历代之下 特别有讲到 殿前造了两根柱子 高三十五轴 其实是相当醒目的 但是柱子上面还有一个柱顶 这个柱顶高五轴 这个柱顶 可以说是有一种特别的设计 那在这个特别的设计里 有哪些东西呢 这个第一终点 就告诉我们 有这个装修的格子网 有拧成的链锁 形成的花圈 刻着百合花 然后上面还有石榴 意思就是说 这个柱子 虽然是很醒目 没有错 但是柱顶 更是有一个东西 相当吸引人的目光 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终点 审判自己的人同 不重看自己的人 能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 装修的格子网 而拧成的链锁 形成的花圈 完全承担责任 因为他们不是凭自己 乃是凭信靠神 刻着百合花 而活 因此他们二百倍的显出生命的丰富石榴 这两根柱子 不是在店本体的建筑物里面 它是在店的外面 意思就是它是作为一个见证的功能 在还没有进到店之前 就看到了这两根非常醒目的柱子 那这个柱子的柱顶 有装修的格子网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格子网 还有拧成的链锁 这个讲到链锁就知道这是一种限制 但是在这个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 所形成的花圈里 却有百合花 还有石榴 那我们都知道百合花和石榴 都是在圣经里面很正面的东西 百合花表真的是信心 就是信靠神 因为这个主耶稣自己说嘛 这个你们看 在野地里的百合花 他也不仿现 也不怎么样 可是神尚且养活他们 就是野地里的百合花长得这么美 也不是谁特别去种的 是神负责他们 让他们生活的 这就是表征一个信主的人 他向着神一种信心的生活 那百合花就是表征信心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虽然在那么错综复杂的环境 就像装修的格子网 拧成的链锁 这样的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刻出来的却是百合花 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在社会上生活 在人群中间往来 的确就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情形 甚至我们也必须承认 常常我们也容易陷到这些里面 但是呢 作为在造会中的柱子 做见证 担负责任的人 不论环境多艰难 我们对神都有一样的信靠 就像百合花一样 好像环境很复杂 可是我们很单纯 环境很复杂 我们信靠神 这就是我们的见证 不是因为我们本事比别人高强 或者是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唯一就是信靠神 这个装修的格子网 宁城的链锁 看起来这么复杂的状况 可是呢 我们的见证是信靠神 然后呢 显出这个石榴 就是丰富的神秘 刚才弟兄说 还是姊妹说 这个一棵石榴里面 有720个种子 好几百个种子 那每一个都晶莹剔透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 Juicy 很多果汁 然后很滋润人的 这么丰富的生命的象征 然后呢 在柱顶上有几百个 他刻着两百个石榴 而且还是一根柱子 那两根柱子就有 就有四百个 可见这个是丰富的不得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柱子能立在那里 是因为 他最顶端显出来的是生命 实在说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 实在说 是神的生命 在应付一切的环境 弟兄姊妹想一想 主耶稣在地上 遇到多少种不同的人 今天我们把圣经打开来看一看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至少碰到九种不同的人 当你读的时候 你不要读后面 你读完之后 你看你怎么解决问题 通常我们都是无解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可是主耶稣遇到每一个人 都有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有丰盛的生命 而且他信靠神 所以不论谁来到他面前 结果都得神命 真的是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 担负责任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 有什么社会历练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 待得比较久 看得比较多 最简单的一个case 到我们面前来 我们还是要信靠神 不是凭经验 不是凭阅历 不是凭知识 不是凭背景 弟兄姊妹 每一件事情来到我们面前 每一个人来找我们交通 我们都要跟主说 主啊我信靠你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完全信靠你 我信靠你的生命能解决人所有的需要 这就是注定的十六所给我们看见的 在第二重点就说 每一百个十六中 九十六个是外露的 然后呢四个是遮盖的 或者说隐藏的 圣经这样记载也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像我们讲就是一百个就好了嘛 何必这么讲究 但圣经就是讲的这么讲究 说九十六个是外露的 四个是遮盖的 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柱子的顶上 两行两百个十六里面 每一百个九十六个是外露的 四个是隐藏的 一百九十六个外露 四个是隐藏的 这根柱子是这样 那根柱子也是这样 那这个九十六跟四的意思是什么 按照圣经里面这个数字的表征 其实也是有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这个九十六是十二乘八 九十六是十二乘八 圣经里面的十二是很有意义的 象征的是永远的完全 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 读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新耶路撒冷的尺寸 很多十二 你看到那个灯台是七 那就表征在这一个时代 在这一个时代 这个完全照会里是七 但是在永世里 都是十二 这个一万两千是太低 十二根基 十二根门等等 你去读读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 你就知道都是十二 那就是永远的完全 然后八是表征复活 因为一周有七天到第八天就是复活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九十六就是十二乘八 它的意思就是第一小点这里说的 生命丰富的彰显是永远完全的 并且是在复活的新鲜中 而且因为是外露的 所以这个空气就是表征那灵 所以它也是在那灵里的 所以你看这里有十二 有八 有空气 就是表征生命丰富的彰显 是永远完全的 在复活的新鲜中 也在那灵里 这句话就提醒我们 操练灵是唯一的路 弟兄姊妹 我们自己没有生命 但是我们的主是赐生命的灵 凡事碰到他的都得生命 就像刚才弟兄说的 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是油气味干的 他身上满了膏油 什么时候我们碰到他 我们就得生命 操练我们的灵 用我们的灵去碰我们的主 自然而然 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丰盛 然后第二小点说 每一百个石榴中 有四个是隐藏的 这就指明我们天然的琐事 我们天然的生命 以及我们的己 必须遮盖起来 四这个字 四这个数字 特别是表征受造的人 比如说在旧约里 有一卷书叫以西结书 它里面就特别描述四活物 这个四活物就是表征神的受造之物的一个代表 意思就是四就是人的数字 四就是表征人天然的这个构成 那四个石榴必须藏起来 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琐事 必须藏起来 他这里说 每一百个石榴中有四个是隐藏的 这指明我们天然的琐事 天然的生命我们的己 必须遮盖起来 我们天然的生命 在这个堕落的情形里 是很容易被肉体 旧人所利用的 神造人 但他没有造旧人 神造人 是要他成为新人 但是人堕落之后 他这个人就变成旧人 也就是天然的人 那这个人 因着堕落有罪性进来 这个人 他的性情 他这个人性就被 肉体里面的罪和死来用了 弟兄姊妹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们这个人的官能 要 要毁灭 不是 我们这个人的官能被神所造 应该是为神所用的 是好的 不然神造人怎么会说好呢 而且胜好呢 可见人是好的 而且 人是可以彰显神的 不要小看自己 人是可以彰显神的 但是人堕落之后 这个天然的人 就容易被里面 这个邪恶的性情利用 结果不但没有彰显神 反而彰显这个撒旦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 在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就责劝主说 哎呀 这事绝对不临到你 结果主对他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 哎呀 彼得不是很好心吗 可是在那里 那个好心啊 就被仇敌利用 要拦阻神 在地上工作的往前 所以这个天然的生命 不是用好坏去判断的 是这个天然的生命的人位 是什么 这个人位 如果是罪 是死 那自然而然 他行出来的 就是神工作的阻挠 但是这个人位 如果是神的生命 那就是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里面这个人位 是患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里面常有挣扎 弟兄姊妹 常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或者在做决定的时候 有很多的挣扎 没有得救之前 好像还没有那么挣扎 因为没有得救之前 你只有那个性情 但是得救以后 有一个神圣的荣耀的 性情进来了 生命进来了 所以 你里面就会觉得有挣扎 感谢主 那我们就学习操练 我们的灵顺重足 好让我们这个人的肢体 能够被这个神来用 作为这个义的肢体 而不是作为罪的肢体 所以你看他说 我们天然的琐事 必须要隐藏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 刚才弟兄说 生命生命生命 我非常的安闷 因为在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改变 那其实我们跟一般的社团 也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有热情 只是很热闹 只是很好客 或者只是很有能力 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 都应该经历一种生命的改变 从我们得救起 一年又一年 一天又一天 我们应该都觉得 主啊 你在我身上有一点的变化 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前那种喜好就淡掉了 我从前的那种倾向 奇怪就没有了 也没有特别做什么 但是这个生命进来 就把我们改变了 所以尼弟兄一直说 他说神注重我们的所事 过于我们的所做 他说真实的工作 是生命的流露 算的数的侍奉 是生命的活出 他说我们奉献自己 不是为神做工 是让神做工 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让神做工 就不能为神做工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 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 我们看重生命过于一切啊 主的恢复是生命的恢复 也是真理的恢复 但是真理的恢复 是为着生命的恢复 我们不是在这里训练大家 做文士 做经学家 不是 我们是盼望弟兄姊妹因着享受主化 被真理构成而活出一种更高的生命来 这个生命不是别的 就是神自己 弟兄姊妹你想一想 基督教在地上都发展了两千年了 在这个西方世界 这么成型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神今天要在东方找到一个尼托森弟兄 在他身上有一个新的起头 你想一想为什么 尼弟兄没有读过神学院 尼弟兄也没有博士学位 但是这一个人在神面前完全是顺服的 不论神给他什么环境 他都顺服 神的生命在这一个人身上完全走得通 不是有没有学位 不是有没有知识 是有没有生命 尼弟兄侍奉主到一个地步 他说他可以把他最喜欢的工作放下 只做主交代我做的事 我读到这里 我真是觉得我也只能敬拜主 我们读过尼弟兄的讲章 你就知道尼弟兄解圣经真是好 你读读他解经就说 我绝对读不出来 你会非常的惊讶 你会非常的得共益 但是他在他的信息里说 神不要他做解经工作 所以他就很乐意把这件工作放下了 那我就说好可惜啊 但是呢在神看没有可不可惜 在神看只有你要不要顺服 我们认为这个工作不做太可惜了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不做太可惜了 但是一个真的在生命里的人会问 到底这是不是这个生命要我做的事 算的数的工作是生命的活出 真实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 我们真的很盼望主的恢复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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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给人的印象是生命的丰盛 真的是美地上的石榴 这个一拨开都是生命 对不对 人家把我们一拨开是什么 我们真希望人敲敲我们 我们这个人一开口 我们这个人一侍奉 我们这个人一走出去 跟人谈几句话 人摸着的就是我们里面那些生命的丰盛 这是主的恢复 尼弟兄没有做工20年 在监狱里 从1952到1972殉道 但是这20年他生命的执事 全部出去了 你没有看到 但是神都在做 只要是出于神生命的 绝对不会被死亡给埋葬掉 死亡不能拘尽复活的生命 我们今天需要跟主说 主啊我天然的生命要减少 就像这个第三小姐说 当我们天然的人消失时 我们就有96个石榴 Amen 我们的经历常常是 96个是外漏的 四个是隐藏的 我们真的是差很远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柱子上面的是 96个是外漏的 四个是隐藏的 意思是说天然的人是消失的 Amen 愿他扩增 愿我们衰减 我们真是盼望 能够像保罗一样宣告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Amen 在旧约里我们看见 这个雅各 消失了 约瑟就起来了 你读创世纪 你从28章一路读到35章 你就发现这个雅各越来越衰退 他在28章以前很活跃 他什么都抓 什么都成功 从28章之后 他去了拉班家 然后开始神对付他 他好像得到越来越多 其实到最后 他越来越少 他跟神摔跤 好像他赢了 其实呢 他身上留了一个记号 他过了河 神让他知道 不是他的计划成功 是神主宰的安排保护了他 他带了大批牛羊 这个拆彩 到了这个书哥 世界 在那边 他的心愿是要回伯特利嘛 因为当初他从那里出来 他就跟神许愿 神也答应他 保护他 带领他 他应该回到伯特利 结果他没有啊 他在半路又停了 而且因为他牛群羊群很多 他就在那里盖了房子 就安定下来 可是神在这个人的身上 还要做 神就兴起环境 细节也不讲 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一读 他就 他的女儿也出了事 他的儿子也出了事 那他被迫之后 起来离开 那回到 回到他的 回到西伯伦之后 也是没有安息的日子 他最爱的约瑟 就这样被 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了 而且还骗他父亲 骗雅各说 那被野兽吞了 你看这个父亲 他心里 简直就是撕裂嘛 没了 因为最喜欢的约瑟没了 其实是还活着骗他 然后呢 这个美帝起了饥荒 你看他有这么多的财产 到最后也不得不低头 你们去埃及 敌良吧 这个 这么 这么强的人 这么抓夺的人 到最后 神把他手上的东西 通通拿掉 拉杰也死了 他最爱的 然后呢 去 去 去敌良的那些哥哥回来说 还要把变亚民带走 所以 就是这样 你看这雅各越来越没有 越来越没有 但是呢 约瑟就起来了 成熟生命 掌权的一面就出现 我们衰减 主就出来了 其实问题是 我们天然的生命 一直不减少 Amen 好 第四大点 其实 这是 这是一个更 甜美的故事 就是雅各 你如果把这个 旧约的雅各的故事 跟雅各来比 你就觉得 哇好甜美 但是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 这两面 就是我们这个人身上 发生的事 在雅各的身上 你看到的是 旧人不断被剥夺 这个也是主的主宰 为了叫这个人的生命 能成熟 出现那个成熟生命 掌权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 你看到雅各 是一个被主的爱吸引 而 跟随主的人 他的生命逐渐成熟 所以一面你看见 我们这个人 有一部分 真的是不断的 被剥夺 但是另外一部分 因着爱 也不断的被变化 从法老车上 套的骏马 一路 跟随 串山越岭的主 跟随 这一位 燕柱基督 然后呢 在升天里 过生活 像我们今天 下午看的那一篇 从这个 亚马拿顶 四尼尔顶 黑门顶 从有 洞子的 豹子的 洞有 狮子的洞有 豹子的山 往下观看 然后最后 他成为 那个晨光 对不对 皎洁如日头 发光如月亮的那一位 皎洁如月亮的那一位 他成为天上的光体 然后到最后 到了第八章 他真的生命成熟 到一个地步 他就在肉体里叹息 然后等候主 愿主快来 如羚羊 小母鹿 显现 在香草山上 你在整个过程中 你就看到生命的变化 一个爱主的人 爱到一个地步 他自然而然 生命就长大 所以这个雅歌 给我们看见的是 生命和爱 并行生长 一个越爱主的人 他生命一定越丰富 一个生命越丰富的人 很自然的 他一定越爱主 那这就是第四大点 给我们看见 按照雅歌 这个石流 在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 交通进展的经历中 具有属灵的意义 这下面的经文 其实都提到石流 在你的两塞 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流 这是那个良人 对家偶的称赞 就是说 这个人的面貌有石流 不是面目可真 这个是面貌有生命 这个人的彰显 这个人最美的脸颊 这个部分 是让主称赞的 为什么 因为像石流 像这个充满生命的彰显 然后雅歌四章十三节 你所种的萌芽成了石流园 加美的果子 奉鲜花与拿达树 然后六章七节 又重复的说 你两塞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流 六章十一节 他跟着良人一起下到坚果园 去看谷中青绿的植物 看葡萄开花 看石流开花 七章十二节 我们清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开花 发芽开花没有 石流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八章二节 我要使你喝石流汁酿的香酒 在雅歌书里面有好多地方提到石流 这些好多地方提到的石流 就说到这一个人 他里里外外都有生命的彰显 不止他的这个脸颊是生命 他的工作也是生命 所以他的工作是石流元 石流元 这是满了生命的 然后这个石流开花 这个石流放蕊 但是呢 不论他怎么做 他到最后说 我将我的爱情给你 这是很甜美的一件事 我们不是主的故宫 我们是主的家偶 即使我们为主劳苦 我们里面也感觉 我们里面向着主的爱 是没有改变的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累 那是有问题的 因为爱叫人不累 真的爱叫人不累 爱能改变一个人 当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愿意向他 你就会愿意听他 你就会愿意顺从他 而且是不费力的 我们看很多这个 这个男孩女孩年轻女孩 他们彼此相爱 你就发现奇怪了 跑那么远去约会不累吗 一点都不累 真的一点不累 根本不觉得累 可能他骑车一小时 感谢赞美主 他就照上去 根本都不累 所以被爱充满的人就不会累 虽然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 有这么多的葡萄园 或者是十六元要雇 但是他说 我将我的爱情给你 弟兄姊妹 我们在照位生活里 我们都要能说 主啊 我在这里 在我的区里 在我的牌里 在我服饰的专项里 甚至在我职场上 在我在校园里 为你传福音这件事 主啊 我在这里把我的爱情给你 我就是因为爱你 所以我愿意为你劳苦 这个不是你的要求 这也不是我要做什么业绩 主啊 这就是我的爱 所以我觉得这个爱跟生命 它就是并行增长的 这个到最后后面 这个笔后这段更清楚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到五 一到五终点 我就读一下 因为它这就是上面的经文 第一终点说 你的两筛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榴 我下到坚果园 要看古中青绿的植物 要看葡萄 发芽没有 石榴开花没有 我们清晨起来 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 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 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哎呀 但愿这是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说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和主之间 私密的话 别人不知道 只有我们自己跟主说 主啊 我在这里将我的爱情给你 我要使你喝十六支那样的香酒 你所种的萌芽 成了十六元 有加美的果子 你看第一小点 非常甜美 说到我们基督徒生活 真是多采多知 在基督对家俄的享受里 它是观所得源 生长各种不同颜色的植物 刚才上面所提的各种植物 是有很多很多颜色的 是不是啊 这是各种生命不同的彰显 是什么 是圣洁的白色 是属天的蓝色 是旧属的红色 是君尊的紫色 还是神圣的金黄色 我不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身上有颜色的 而且我们身上的颜色 应该是很缤纷的 应该是很多样的 因为这就是 照会生活 作为一个原子该有的样子啊 不是只有一种 而是许多种 生命不同颜色的这种彰显 然后还有不同的香味 你看每一种植物 它都有不同的味道 特别是开了花 那味道就更不一样 但是开花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生命长大的 它不会一发芽就有香味 它要长长长到一个地步啊 有的叶子出来就开始有香味 到最后有的花出来 那个香味就更明显了 照会生活就是啊 看过去 是有各种的颜色 闻起来 有不同的香味 哎呀 这就是我们的照会生活 其实照会生活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香味 因为新耶路撒冷 就是有这么多的色彩 有这么多的味道 新耶路撒冷有这个 各种颜色的彰显 第二小姐说 这就成了家偶 对主所显的美丽 现今基督的家偶 在生命上是丰富的 产生果子 滋养复苏人 发出甜美的香气 展现美丽的色彩 做基督的享受 弟兄姊妹 这就是家偶 家偶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 新耶路撒冷如何有 这个青绿色 如何有金黄色 如何有旧熟的红色 如何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彰显 哎呀 在家偶的身上都看到了 今天的照会生活里 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身上就该带着 旧熟的红 圣别的白 神圣的天蓝 这个紫色的君尊 这些就是生命长出来的 这个不是涂上去的 是长出来的 都是生命的故事 然后最后第五大典 信约也有一卷书 讲到生命的发展 就是彼得后书 我们一同读第五大典 在彼后一章三至八节 我们有借着享受神圣性情 而有之优越美德的发展 好 下面的经文非常宝贵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不是信一个教 我们不是入一个会 我们其实就是得生命 所以彼后一章三节说 后面就说 神已将一切关于生命 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 关于生命的事赐给我们了 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 生命是在内 敬虔是在外 有什么生命 才能活出那种敬虔 没有神的生命 活不出敬虔的 但是呢 他把生命和敬虔都给了我们 意思就是 我们的主是我们 里里外外的供应 然后呢 他说借着这个荣耀美德 他又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最后就说 叫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 这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殷勤 在你们的性上 充足的供应美德 所以我们开始有性 这个性叫我们得生命 这个神圣的生命 神圣的性情 因这性就得到了 然后有性 有生命 然后呢 就长出一种美德 因为有生命嘛 你就有一种活出 这个活出就叫做美德 然后下面说美德上供应知识 当我们有美德了 有一种活出了 我们就回头去认识 这个是什么 我们就有一种属灵的认识 叫知识 然后在知识上供应节制 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所以呢 在知识之后 有节制 那节制上供应忍耐 那节制是对自己 忍耐是对别人 我们不能只有对自己节制 对人无法忍耐 这个生命要长到一个地步 出现我们的自治 也出现对人的忍耐 在忍耐上供应敬钱 这个敬钱就说明 这个忍耐不是人为的 这个忍耐是神的忍耐 神如何忍耐我们 甚至赦免我们 七十个七次啊 那我们也要长出这种忍耐 这是只有他有的忍耐和敬钱 然后在敬钱上就供应 弟兄相爱 弟兄相爱上供应爱 到一个地步 生命长大 长到最后变成爱 谁是爱啊 神就是爱 所以长到最后就长成神 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 这就是生命长大 最后的结果 把下面的点一起读一下 第一终点 一切关于生命和敬钱的事 乃是神圣生命的不同方面 由美地出产的丰富所预表 一小点 生命是在里面叫我们活着 敬钱是在外面做我们内里生命的外在彰显 二生命是内里的能力 内里的力量 产生外在的敬钱 引到并制成荣耀 二性可视为生命包罗万有的种子 爱是这种子得着完全发展的果子 第三我们一同读 至终我们有在生命上完全的发展和成熟 从性的种子 经过美德和知识的根 节制的干 以及忍耐和敬钱的知识 到弟兄相爱和爱的花与果子 这就是美地上有石榴树 因为我们都享受这个生命的丰盛 也蛮有生命丰富的彰显 我们先聊聊有点祷告